好 怎么回事 估计还是蓝道士的粉丝 别看 看他怕有人开放你 黎老师 我们从林区中经过 你 诚哥 要不你也当他脸 他们现在也能见出来你了 我 颜子姐 你有话就直说吧 天气挺热的 咱俩站着已经说了半天的型话 我家真没有那么多口人 嘴都说干了 这不是知道你和孟孟 都是脾气直率的人吗 那你们俩脾气这么直 我只能绕着点说了 那是以前 现在咱们合作了 你有话直说吧 我刚刚跟张导商量了 现在这个情况 根本就没办法拍 那外面的粉丝也驱赶不走 就算是驱散了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也不能保证 孟盟百分之百的安全 你们连安保都没有请吗 我当然请了 但是你要知道 外面那些粉丝疯狂起来 那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那现在孟盟 就是在那个风暴口 我们也不敢确定 那外面是她的黑粉啊 还是别的什么人 那个李戴轩的事 不是又给翻出来了吗 就我们 所以你们的想法是 要不 让孟盟先回去休息两天 最起码能避过这个风头 就她自己 那宋慈呢 现在在外面 闹得是两家的粉丝 凭什么叫姚墨龟停工 我去找她 我 元月你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恭喜我什么 热搜啊 就这么待在热搜上一整天 挺值得 怎么 你不高兴 让我进去 宋慈慧现在真的没时间 就这时间 我进去她就有 小白让她进来吧 我没在忙 怎么了 陈老师 宋慈老师 综艺效果而已 吵粉丝喊句话就能平息 凭什么让姚老师一个女生 承担全部的责任 剧组让她一个人停工 您不知道吗 这不合适吧 陈墨 你别激动 你先出去吧 我跟她说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我今天一定要为你讨个说法 好啊 你说吧 我听着 综艺录制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明明是你先动手动脚 现在你的粉丝搞得好像你被占便宜一样 陈墨 你是这圈儿那人你应该清楚 在热搜上站里的人 未必是真的占领 可能只是因为她想占领 而看起来可怜的人 未必是真的可怜 只是因为她装可怜 好好好 我投降 杨木轨 你们公司做营销都不告诉指新一声的是吗 姜叔已经问过了 放消息的不是别人就是长明啊 我记得这一套你们已经搞过 七 八次了吧 先是放黑消息 等一个星期之后再反转 到时候热度是你们的 网友的同情分也是你们的 说真的 这么玩的公司很多 但次次都玩得这么漂亮的 也真的只有你了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强 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吃不消的 你却能扛得下来 所以你厚 我由衷佩服 大学的时候你没基础 能靠这一套博取研究 但是现在接引了出血之下 还这么玩 就显得不高级了吧 难道真是他属于这么做的 至于你 下次啊 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来找茬 别为了帮亲 连理智都不要了 走了 isas 这些东西 爱 Advice 是不喜的 没有听得来 我们需要让网友 一起来 请不请不吴 我们也走了 我们去以后 请不吴 我回自己家还会迷路啊 我怕你万一有点什么事 我可以第一时间帮忙 你希望我出什么事呢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吗 确定 就算这次黑红是长命做的 甚至是你的常规操作 但是粉丝是绝对不知情的 他们当中的疯子依然是疯子 不会因为背后的故事而改变 对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故意跟我上同一层吗 你先别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我 你哭了 我没哭 哭就哭呗 我说我没哭 行行 你没哭 我看电梯在二十六楼停了一下 我就上来看看 好了 好了 别哭了 明晨 你是不是爱上杨本贵了 我到家了 刚刚谢谢你啊 就是 没事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 我能力气 你晚上一个人真的行吗 要不我还是进去 在你沙发上对付一晚吧 不用 不用 我这里有防导门 早点回去休息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来演了 来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衣服好远收 姐 我今天好像被坏人给跟踪了 那个人好像是你粉丝 不过你放心啊 这么点小事我是不会报警的 万一警察来了 身份的事情就瞒不住了 但是姐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 还是得你自己处理 我怕我做不好 我不是烦你啊 也不是怕 我就是 哎呀好吧姐 我真的有点怕 出来一段时间 我感觉我的病情有些好转了 不过昨天夜里 做梦还是梦到了以前 遭遇的一些网络暴力 我可能还没准备好 回去继续面对 姐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有点应付不了了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能不能帮帮我 就这一次 再给我一些时间 帮我挺过这个难关 如果你不帮我 我也想不到还有谁能帮我了 好好好 我相信你 我也是 我心里有些好转的 啊 我心里有些好转的 你还能帮我 我心里有些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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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挺住 其实就只有我了 但是我挺不过去 身边都有谁呢 杨老师啊 你别误会 我可是病的 我只是担心 算了 那是什么 这是 我小侄女的猴子 她妈妈前段坏了 说要扔掉 我怕她难过 想着这两天 给她买个一模一样的 我是说你的胳膊 是我那时候推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搞的 杨老师 我先走了 你到这儿去休息 你等等 我再搬到我姐姐房间去 我已经穿帮了 应该没拿来什么东西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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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师 你们家客厅可真宽敞啊 你洗澡的时候呢 记得掏一个塑料袋或者保鲜膜 这个的话过几天就会结痂了 到时候想拆掉就没问题了 你还会这个呢 骑电动车经常寡测 有时候还有别的问题 我挂钙都习惯了 杨老师 你生活经验可真丰富 会包扎 会骑电动车 还会领高补贴 当然了 作为演员嘛 深入体验生活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突然想起来 我房间还没有充饰 你今晚就在客房对付一手吧 杨老师 你们那个卫生间是客人的 我能不能 随便 我 我 等他 affordable再收拾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我给不了 我真的给不了 太乱了 太乱了 中文字幕——YK 完蛋了 总习惯了 还好她没醒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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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梦游还是想捡鬼子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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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了 你怎么起这么早 我习惯早起了 哎 对了 帮我把那个粥端到桌上去 你这么大的人了还怕火啊 嗯 嗯 嗯 好了 开饭 中了 你别吃了 你别吃了 马上进组拍戏了 一天都不能送信了 人家都说了 早餐要吃好 你是不是故意堵我嘴的 你吃我一样会胖的 那我愿意冒下这个风险 我也是 不是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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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杨老师 你作为饭太好吃了 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事 你 你 是不是想起你妈妈了 没有 没有 你这个口馍好好吃啊 好香口馍 但又不像市面上的口馍 你去哪里买的 你很会吃 这个市面上买不到的 是老家的亲戚晒好了 给我寄过来的 这些吃完就没有了 你运气好 毕竟是远房亲戚嘛 我平常又不在家 不好意思找人多药 郁金和一次性洗漱用品 都给你放在架子上了 好 好 你上桌小心 都控死了 好啊 浴室其他东西 你不要乱动啊 你 你拿我裙子干嘛 不是 我从这儿捡的 怎么可能在那儿捡呢 我怎么会把裙子塞那儿 变态 我偷你裙子干什么 对 是我偷的 我偷回家自己穿 行了吗 原来 没关系 你要是想试 你就试吧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包容度很高的 我不会歧视你的 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喜欢 我再去房间给你找其他的 我去给你找找看 有没有更适合你的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没有投你的裙子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没有投你的裙子 薛姐还你 谢谢 谢谢 姐姐 你去哪儿 我有事出去一趟 怎么了 没有 就是看你这身衣服 特别好看 之前都没看你穿过 这些新春款 你当然没看过了 现在不是才秋冬吗 怎么春款就上市了 你不懂 时尚界都是这样的 不说了 我先去忙了 路上小心啊 这是 血 血 血 你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衣服上怎么会有血迹呢 你衣服上怎么会有血迹呢 打扫的时候我都会特意避开 我刚才才在卫生间发现了这一件 到底怎么回事姐 不知道啊 估计是哪一次喝多了吐了 或者是撒上红酒了吧 我自己不会处理 你要么把我洗了 要么把我扔了 没所谓 好 姐 你别骗我 你真的没事吗 你烦死了 吓死了 行 姐 那你好好休息吧 嗯 你 喂 姐姐 我现在出了点姐姐的情况 我必须马上离开 姐姐 你怎么了 所以你要替我出演一下 我的毕业大型 可是 你先听我说 好 姐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 喂 你好 我想预约一下 明天上午是吗 好的 没问题 有此事 我 喂 机会 好好吃 我今天有刚才的事 我嫁人了 一些事 我嫁人了 我嫁人了 你这件事 我嫁人了 你们饭锁好 走了 这么着急 要去哪儿 家庭纠纷 我不想接 姐 我今天必须要听到你的声音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 我不知道你去了哪儿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甚至不知道 对面是不是你真人 我不管 今天我无论如何 都要听到你的声音 如果我听不到 我就不会再继续扮演你了 我不管会有什么后果 我都一定要去找你 我毁容了 五姐 你说你毁容了 是什么意思啊 你鼻子受伤了 那你现在好不好 我去照顾你吧 我爸妈在 你做好自己的事 我真的不想接你 我很害怕 我害怕大众一直关注着我 让我休息一阵 真的 我需要的只身休息 我再这样想就叫疯了 好 姐 我知道了 那你一定照顾好自己 你以后 不要再瞒我任何事情了 好的 待会儿听后门吧 人少一些 大不了我们绕一下 就从这里进 这里不安全 陈哥说得对啊 万一钥匙处理是谁 听我的 从这里进 我真的不想接你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大众一直关注着我 让我休息一阵 真的 我需要的只是消息 停车 姚蒙龟快滚吧 手机给我 怎么 害怕什么 害怕被拍 害怕上镜 害怕你的朋友 亲人知道你的动作 干嘛 你们也害怕不信吗 整天在网络上 骂这个骂那个 攻击别人的长相 别人的身材 通过一个微表情 就来判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好啊 今天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都来我微博底下看看 你们是什么样的嘴脸 敢不敢把脸露出来 堂堂正正地露出来 我不会给姚蒙龟 这个名字丢人 你们呢 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吗 哥 怎么办 剧组组业 剧组让他走小门 他不肯 那我们让他 啊 我说 我们让给他 让给杨墨龟 就这么定了 说好的男女主角这件磨体呢 不要 不要转节目组的 你转咱们公司光微的声明 具体的说法我让小文你好 他马上给你发过去 进 明哥那边有什么指示了吗 让我转一下声明 刚刚我也上微博看了一遍 都在说节目组恶解你 热搜也上了第七位 这件事情可从过去了 不过 这件事情其实早就过去了 因为今天早上 你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杨茫贵 你呢 在你眼里 你知道真正的杨茫贵 是什么样的吗 不知道 那你刚刚说真正的 意思就是别人传言中的咯 杨老师 你今天撕黑粉没撕爽 别拿我下手啊 放过我行吗 我没有故意刁难你 我只是在想 可能在宋斯的眼里 我就是那个 耍尽手段 炒作成功的姚茫贵吧 你很在意她对你的看法吗 有点吧 她都会这么想 那别人肯定也会那么想 你不要总问别人怎么想 你自己内心是怎么的 我 对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 说明你的内心 不开心 也不喜欢 这也还不很明显吗 其实 我只是想做一个演员 这是我的理想 我说的是 我的理想 对了 你来找我有事吗 这是这两天的通告 明天的通告是这个 然后后天也是咱地 怎么都是我啊 宋慈请假了 所以赶着拍你的单人鞋 你要是觉得有问题 我到时候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没事 就这样吧 好 哦 等等 把明天早晨的戏 推到八点以后吧 我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有点事儿 管那么多干嘛 吻信 吻信 这种戏 我拍得多了 你笑了 不 我没有 好 我去跟制品人沟通 往后推 拍个完就甩掉 反而导演自己藏心 别 不 我是说不用了 我不觉得累 而且演员嘛 本来就是应该要吃苦耐老的 好了 我要休息了 没什么事儿的话 你可以走了 晚安 尹阳老师 晚安 你今天想一个摄影 我睡觉了 晚上 到时候 你睡觉了 我需要睡觉了 上面 阿蕾 人总会走错房间 去不该去的地方 杨老师 你说对不对 这是今天的通告 今天拍戏很顺利 张导军阵阵队非常好 所以调整了一些场次 调整了什么场次 放心吧 吻戏眉山 而且提前了 他今晚给你发什么微信 杨老师 你可别再去的跟我搞事 我看民阁穷得很 公关费可是逃不起的 关你什么事 忙完了早点回去休息 我没有多管闲事 我是你的执行经纪 这个我可是要预防的 他找我肯定是因为 工作上的事呗 我不信 现在有空我可以出来一趟吗 你真去啊 去啊 你 天太黑了 你 你别去了 放开我 万一他要找我有工作上的事情呢 他这像是有工作上的 及时找你吗 他明明是居心不良 你 居心不良 把你那 吹心荡漾的笑容 给我收回去 我说了 不准去 不准去 就算天塌下来 也不准去 别说 听我的 我是老板 我就不信邪 迟早被狗仔派 我不就是狗仔吗 不用这么急的 我怕你等太久了 怎么 很明显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 有一点 比如 挨了一巴掌 谁干的 我帮你打回来 我妈 家家有本难捏的经吗 我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然后相信你了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吃了好吃的心情就好 这才叫肉吗 鸡胸肉那种东西 怎么好意思叫自己肉啊 你尝尝这个 这个特别香 两面都是脆的 我特意让老板多刷了芝麻和糖 谢谢你带我来 这么安静的烧烤店 我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我得好几年没吃过烧烤了 这两年 更没有吃过这种 刷糖刷油的清碳水 你不喜欢吃啊 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换地方 是不是很好吃啊 嗯 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喜欢攒钱出来吃烧烤 把肚子吃饱了 就不会去想那些烦心事了 攒钱 攒钱 对啊 因为我们不能放纵嘛 不能吃精碳水 所以我每天存一块钱 等钱攒够了 就去吃一顿烧烤 这个意思 大半夜的吃烧烤 看得见吗 也把钱都插到鼻孔里去 虽然 人 人 人是强交吗 我是他手下的 脚格 闹了吧 爹 是自己人哪 对 提起脚格 我突然想起来 我自己带的 是哪 最近 是又有什么新计划吗 什么新计划 比如 吃货人设 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觉得我别有用心啊 我不是针对你 所有人进到这个行业做艺人 不都是别有用心吗 我这是在跨你经验 祢是否打开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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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谢谢你 你别那么客气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本来说好了 要出来聊聊天散散心的 结果光顾着吃了 什么都没说 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谢谢你 谢谢你没有问我 为什么我不开心 不过你一直都是这样 哪样 能扛的全都自己扛过去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觉得自己的抱怨很可笑 全都自己扛 那不是很累 那你再问问你自己 我有解压的方式啊 比如这个 那谢谢你 肯把这个方式费钱给我 表孟贵 你知道吗 我真的希望时间 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因为在这一刻 我真的挺开心的 所以 你是在终于之后 才跟着宋池和杨梦贵 那是有人帮你来拍 还是你自己啊 我自己 我哪像你们这些学徒的 有交割保养 还有死工资拿 福利又好 我呀就是一零散工 今天有消息了 就过来拍一拍 明天没消息了 就在家睡觉 我刚刚啊 还给我女儿过生日呢 哪曾想这两个人 就跑来吃东西了 你说这明星啊 也太不体谅 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我觉得也是 是吧 你说他们俩这么缺德 吃完肯定辣豆子 有道理 而且这 杨梦贵啊 还挺能吃的 大哥 我看你在蹲他们 也蹲不了什么 这明星散场 出来吃宵夜 太成长了 你拍了 也挣不了什么钱 还不如趁时间来得及 赶紧回去陪女儿过生日 这过生日 就想来说 太重要了 兄弟 你说得对呀 这明星这么多 女儿 就一个 不拍了 回去啊 给我女儿过生日 我看你啊 也是懂道理的人 我和娇哥啊 认识这么多年了 这料啊 就送给你 这料给你 这卡不能给你啊 五百一十二这一等 三百多块钱呢 这卡不值这么多钱 再说 我也没零钱找你啊 就当我给侄女的压岁钱了 谢谢 谢谢 我这是屠杀呢 画痴 还明星呢 丢人 老板 刚好 好嘞 谢谢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烧烤 别那么客气了 自己回去可以吗 用不用我送你 不用了 我已经叫好车了 你真的不回去组吗 那你要是下次再不开心 你还可以叫我 杨木贵 你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太温暖了 突然觉得有点陌生 那以前咱俩在学校的时候 不太熟 人熟了自然就热闹了 我走了 今晚谢谢你 冲突 你要帮我吃新的好吃的 好 哦 好 我马上过来 我车来了 我先走了 好 随便 拜拜 你这纸都给划破了呀 思思 你 你接过吻吗 你说呢 我跟康凯谈恋爱的时候 难道只是上自习吗 我们还上了 别别别 不用解释那么清楚 我不是质疑你啊 我就想知道 你有没有拍过吻戏 拍过 都是假清 假清 你表演课考了那么多六十分 我在教务处可是全都看见了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那也不是我的错 我想想啊 首先你要是按照婉传的那些亲大拇指 肯定是不行 它太明显了 好 我给你示范一下 假如那个是A机 你就跟我一样 我给你示范一下 杨老师 来得正好 假如他是宋慈 你就从我这个角度亲他 你见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嘴快要挨在一起的时候定格 定格 懂了吗 你来试试 跟我一样 靠近一点 慢慢地 靠近一点 对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慢慢地不要着急 咱们留给观众一点想象的空间 看你的手要伸出来的 轻柔地抱住他 快点 快点 沐沐 沐沐 你也要伸手搂住他 对 就这样 就这样 对 再近一点 来 对 好 很好 你们自己这样练一下 慢慢地 早上好 你们这是在干吗 为什么 我 我们在团建 是吗 嗯 那带我一个呗 谁都不喜欢我 碰了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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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荣静 别站得那么板 自然一点 嗯 第一次拍分析 紧张啊 你需不需要我等会儿 歪一下头 或者你还是想拿大拇指垫一下 你别慌 我没慌 我刚刚还跟天思思 两位准备好了吗 开机 出雪之下 自日无常一斤一次 开始 容婧 你先别走 你干吗神神秘秘的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不是还有信没送完吗 那你赶紧去吧 我也有事 要走 不是 我是想说 嗯 梅漢庭继续拍啊 状态非常好 没想到 我感情是她的挺棒的她的一个人 怎么拍吻戏的时候羞耻的这么坚实啊 像是今天早上特地来找我 说是怕两个人吻戏的反应不够真实 想要偷袭真心的一下 还挺人心的 啊 很好 怎么拍这么陡啊 你是不是在笑啊 是挺好笑的 这有什么好笑的 就算是我在拍喜剧 手也不能抖成这样 对不起 小雪 我以为拍视频 是为了你表演系列提供帮助 没想到你还用作收藏 我马上就下单一个 千元级以上 网红主播专业手持防抖云台 请公司给我保销 你说话阴阳怪气的今天 我只是为自己的专业性不足而感到羞愧 今天收工了 难道这么早 那晚上有别的安排吗 梁老师 未来几天的通告 那就是没有 那愿不愿意陪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一个小时候一起演戏的朋友推圈了 赶上开酒吧 想让我们去捧捧场 酒吧 是进吧 不是闹吧 去捧场的都是童馨出身的演员 思密兴特别好 田思思应该也会去 大家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 他们知道我们在一起拍戏 也很想认识你 只是我不确定 你想不想认识我的朋友 他介绍我 认识他的朋友 谢谢宋老师的邀请 我们就 会去的 程老师 拜拜一起去 不了 我吃了头包 不能喝酒 可以不喝酒的 闻着酒精味 我体内的头包就更不高解 谢谢 那你回去收拾好了 给我打电话 下班开车先送 程老师 那祝你和你的头包 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吧 刘老师 您这么精密的人就没发现点什么 首先我一点都不敬你 而且我只觉得你阴阳怪气的 今天你们这场吻戏 小白在场面直接录 平常他都跟我站在监视器旁边 今天直接在场面拍你没有发现吗 所以呢 所以退一万步讲 好 就算宋慈不想跟你炒作 假如他真的是个衣冠禽兽呢 假如他真的想对你做点什么 不只是亲你呢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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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梦归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呀 姜叔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不要动不动就去找我爸我妈 你既然了解我家你就应该知道 我家里真正应该被管管的是 另外一个人 好 我保证 我对他除了工作之外 没有任何的感情 你不要再一边又一边地问我了 我大学的时候就和你说过 我根本瞧不上他的人品手段 瞧不上他的一切可以了吗 我 Colombちょっと不上他仾子 我和你朋友说过 这种草头是什么 我跟我说过 您就会等的行动 不上他要再有仇有 我特别做啊 我国际络子 你不要动不上我 我会继续 你不要动不上他 不上他 我还没动不上他 莫名不上他 搞不上他 我还没说 你不要动不上他 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lked about their previous剧ổ profits 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支三军 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帮你帮你帮我随着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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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们怎么醉成这样 送辞呢 不是他带你们来的吗 不知道 他可能心情不太好 喝了两杯就这样 你们喝成这样 不怕被拍到吗 手机一进门就被收了 可能他们送辞除外吧 红的都除了 那你多喝点 再给你叫一打 我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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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喝点 我都不喝酒 你喝酒 我哪里 你喝酒 我把酒喝酒 我跟着我的酒 我喝酒 你躲好了没有 我快憋死了 藏什么呀 我们不是在玩 装没擦吗 师傅 不好意思啊 我女朋友这里有点问题 您别怕 你有女朋友啊 我真羡慕她 你是个好人 陈墨 你没喝酒吧 你今天说 你吃头饱了 吃了头饱 不能喝酒的 怎么会死的 妈 我尽快 鞋 啊 夜快 夜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做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这个 这个 方好 整个夜晚 你真想好 看着模糊的远方 我就这样一直流着泪 离开你觉得太空 你的泪光 每次看就够难花 没那么容易离开你的身旁 我曾经厉害 这辈子不会再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你突然的出现 打破了我所有的腿肺 与自怨自已 我常常会想 是不是因为我搞砸了太多事 我先遇到天生 爱上你我能够转身 我帮你当自己人 我帮你当自己人 回想那天 我正在哪个人 我正在哪个人 我特别相信你 我真的 最终还是学 你不在哪个人 你那无心的借口 你的泪光 你是不是爱看着不回来了 你才看就够难忘 没那么容易离开你的身旁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对不起 你现在那么好 爱不会爱你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忽然一个眼神 爱让你以为能够转身 全尽全力去挽回 相信爱不会否悔 彼此交给幸福不再后退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你的晚不会起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忽然一个眼神 爱让你以为能够转身 全尽全力去挽回 相信爱不会否悔 彼此交给幸福不再后退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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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你我能够转身 哥 里边应该已经没有人了 进去吧 等一下 在这儿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看不惯某些人上厕所都要清床 也太矫情了吧 你替他出气 那你就守着吧 我不着急 好 里边的味道好闻吗 你站在门口 闻不到吗 到底出不出来 怎么了 别坏了 不至于 既然陈老师这么爱厕所 我当然不夺人之美 小白 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他 十分钟之内不准他出来 我回房车上厕所 他的房车还有厕所吗 哥 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 就一个 听话 嗯 来 开始吧 出血之下 三的一场一进一次 你周末有空吗 有空 正好我轮休 我跟我师父说一声就行 怎么了 不轮休的话就没空了 你约我 我永远都有空 看 李荣静 没睡醒就让全组等你睡醒了再来 你不要总问别人怎么想 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做一个演员 这是我的理想 我说的是我的理想 张导 对不起 我准备好了 我们能再来一条吗 来 咱们再来一条 出血之下三的一场一进二次 好 导演 饭来了 行 让大家先吃饭吧 放好饭 杨木贵 我们谈谈吧 好 昨天晚上那件事我非常抱歉 那通电话不是出自我的本意 是我对我今前僵硕的说辞 我的事业 现在对我整个家庭来说都很重要 二十多岁的人了 还在被父母和家里其他长辈这样盯着 其实让我很难为其 但我现在还无法做到 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事业 所以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一些话 去安抚他们 争取时间 在这方面你和我很像 你应该会明白 我应该比你更狠吧 你来找我跟我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我 你并没有瞧不起我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 为什么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对不起 我养成习惯了 至于你到底有没有利用我这件事情 就算我当时没有听到 但是事后仔细想想 也就都明白了 但我还是觉得你在怪我 我发现了 虽然你嘴上说瞧不上 但其实 你更欣赏 那个你不了解的姚孟贵 对吧 我的确更喜欢看你张扬拔护刷手段 喜欢你无所畏惧 你永远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让我很向往 也很羡慕 但是我发现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 对了 真正的你 温柔 善良 热情 但是 但是你不喜欢 如果昨天 我听到那通电话 没有很伤心很脆弱地跑掉 是不是才是你喜欢的样子 你好变态啊 什么 原来你就喜欢我利用你欺负你 跟你兜圈子 而且次次都赢你 你耗这口啊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 我只是不喜欢弱者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弱者 我真情真义 我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被伤害了就是会难过 不过你别会信 我这个人很善变的 说不准哪天就又变了 都说不定的 好了 这就过去了 以后呢 我们就带去做好好拍戏 下午拍摄见 杨老师 正找你呢 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想不想吃冰激凌 今天就不吃草了 你看我干嘛 我没难过 我真的没难过 你知道吗 我已经想通了 我可能也没有喜欢过真正的宋慈 宋慈和我说 他喜欢我当明星时 跋扈 谁也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我也是这样啊 我也只是远远地喜欢 永远温和得体的大明星宋慈 并不了解视线以外的他 我有多喜欢他最好的那一面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不能接受他最坏的那一面 你 你的冰激凌再不吃就化了 杨老师 不用您操心了 作为女艺人 您吃的真的有点过多了 要不我帮你吧 真的不用了 你不吃 你给我吃吧 唱歌 我叫他 给我开玩笑的 我真的不吃了 这也太口门了吧 就一个冰淇淋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墨啊 好久不见啊 那个 前天我还在峰会论坛见你父亲了 我们还聊了几句 未来可能有合作 我还想着什么时候 约你吃个饭 好 改天月份 好 那那就这样做定了 那我就先挂了 师兄 我真的拿你当朋友 谁啊 好 整个夜晚 望着模糊的远方 我就这样一直流着泪 离开你觉得太空 你的泪狂 你只看着空难画 没那么容易离开你的身旁 Don't wanna be apart Don't wanna be alone 你的晚不会吃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偶然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转身 I wanna lov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you ag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忽然一个眼神 爱让你我能够